Miradio Miradio 獨立思考 思考獨立 一個時機 卷土再起 天地有精氣 主持 姚冠東 阿雲 回到第二節 非常搞笑 講這些大家就相當興奮 我也看到有些 女網友 不知道是男人 還是乖的網友 都不明白波推 什麼叫做HJ 我剛才的解釋都很少 他可能有模型在製作 什麼叫波推 撿過高達家 撿過那些穿衣公仔 波推來講 就是這樣的 所以 我覺得警方或者特區政府 必須交代 到底蔡展鵬 在這個VX Spa裡面 是光顧了哪一個套餐 我覺得對整個案情 是非常之關系的 到底是什麼餐 她在行動裡面 拘捕了六個工作的女子 她一定會問她拿口供 到底 你當時 哪一個在服務蔡sir 是 這個一定會問 她做過什麼 或者是不是老相好 相熟的孖八 問她做過什麼 或者就算不是那個 可能她問另外那五個 這個人有沒有之前 光顧過你呢 類似這些 但是他們會怎樣回答 他們才知道 所以大家記住最近 密切留意海面上 有沒有多了浮屍 有沒有人墮樓 外籍墮樓 我不是說警方會做這些事情 你知道 香港很多外國的分子 可能不想 或者是越南自己 越南政府 因為派了一些特務來香港 來從事這些波推的行為 我恐慌 越南政府就滅他們口 我怕他們自己的情緒困擾 或者是自己受到壓力 情緒困擾 就真的去海旁跳海 輕生就一時想不開 所以大家真的不要 不值得 我想說泰文的 不要猜 不是 北流洞麗木整塞 不要自殺 不要自殺 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 如果 但是如果 這些極有香港身份證 他們是香港永久居民 你難保他不有一天 好像外國那樣 有一個越南的按摩姑娘 突然等錢花 又有出版社打他主義 然後就說 出一本書 叫做 我幫國安出火的日子 我做香港的日子 或者是 簡單一點 就說 叫做 一哥的爵 就是為一哥降火 那又不是一哥 二哥 三哥 國安一哥 國安是一哥 即是 為國安一哥出火的日子 就糟糕了 接著他就爆了這些東西出來 就糟糕了 他呢 其實都很大狗 很大條 很大條 很好 他對我很好 每次 每次 400 1000 非常好 他非常好 他非常好 很可愛 非常強 有時 他喝醉 他喝醉 我非常疲憂 因為他很長時間 兩小時 那就糟糕了 那怎麼辦呢 如果他繼續做國安處處長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他不辭職 那怎麼辦呢 在警務處裏面 就變成一支光 就變成厲害 就變成厲害人 原來二哥 原來他兩小時都不出火 很堅挺 原來他 我聽過越南會說 他八吋長 哇 我真的支持他 如果兩小時不出去看醫生 有些人不是這樣想的 有些人就以為自己很久不出火 就覺得自己的性能力高超 甚至有很多人以自己的性能力高超 你要知道香港地有很多這種彎的人 所以 這件事到底怎麼做出火 我真的不知 我覺得最簡單 你問我最簡單的就是 蔡展鵬你沒辦法撈下去 即是在香港地 或者在警戒裡面 我覺得是沒辦法撈下去 你撈下去你怎麼搞呢 即將來怎麼搞呢 原來你這樣 走出客人入 回辦公室的時候 就算不是真的想 走過 你撈下頭 因為你是大Sir 你那些小小孩 可能會撈下頭 Good morning sir 你會看到 這傢伙頭撈下頭 你已經於心有愧 你還可不可以 好像以前那樣 英明神武那樣 我高頭大隻的走出來 那負責執行那個又怎樣呢 負責執行這個指揮官又怎樣呢 是不是鄧東菇呢 還是蔡Sir自己是鄧東菇呢 這件事呢 我估計將會繼續 都會有些進展 有些反哮 成為了一個 比較多人談論的事件之後 都不會就這樣算的 我估計 我想都是 可能講多一個多個禮拜 然後就慢慢飛歐 應該都會 雖然飛歐 但也是很重要 那你就冷處理 你怎樣都是鄧東菇的 蔡展鵬你沒有辦法 在這個境界的高層蠟燭 上個星期都說 有些陰謀論到底 是否誰誰不妥去 就玩彈這樣的事情 現在爆出了 那你更加沒有辦法去蠟燭 甚至哪個場 你零一都可以爆出來 當然啦 零一是紅梅 在零一爆出來的 SNP也是紅梅 那大家明白什麼事 整件事 很明顯就是 中國式的政治 官場政治 其實在事發之後 很多的網民都在傳冊 到底他去哪裡 有些人說去深水埗 有些人說去了元朗 事實上 真相 只有零一元 還有大家都明白 也跟我估計很吻合 咸神道 很接近警務處 很接近警察政部 軍器廠街 第一號的警察總部 很明顯這些場 我都和大家說過 他附近很多飲食的地方 消遣的地方 基本上 很多時候都會做警察高層的生意 因為我小弟 我是一個有錢仔 我以前經常去過那些地方 我認識很多當區的酒吧老闆 他都經常跟我說 有些叫鐵鬥 有些場 都是給他們的高層消遣 他們都要吃飲食 如果那些場是不會掃的 那些場理論上 第一是不會掃的 鐵鬥 第二 你想想如果有警隊高層 他不是一次去 如果有警隊高層去的地方 你想想怎麼會掃場 所以裡面 是不是內人尋味呢 當然大家自己幻想一下 我不是叫大家去估計 我們大家用一下幻想 笑一下 我肯定不按他 因為我看到很多網友都很好笑 他們的留言都很好笑 尤其是說 Respiral Pierre Shang Chao 其實是嗎 我不知道 Respiral 越南妹是美國 委派到香港 潛伏於按摩院搞滲路 我都覺得很好笑 大家當他 Jimmy Carey 高清 上去看電視 當香港人是Lulu 這些是很好笑的 然後 大家都對這些 那邊Youtube都很好笑 有些人說開心樂園餐 現在Youtube好了很多 沒有那些大規模洗版 希望大家理性討論 Nellellell做到事 蔡sir去試中 剛才一句挺好笑 難怪見了就算 有點飛走了 Anyway 好了 這件事裡面 不再說了 最好笑的是 陳奧琳說 牽涉我國勢力 那裡真的少少 誰知道是怎樣 可能他又內幕 可能他又去 我覺得 他就問些 看他的款式 看他的款式 可能去一些 嘻嘻場 嘻嘻 嘻 肥仔波推 我不說的 我不說的 這些我不說的 這件事 我們跟進到這裏 看看遲些有什麼新的發展 那我們繼續 嘻嘻少少 本身你沒有準備 不過其實疫情沒有什麼 有話可說的 純粹嘻少少 其實都好像剛才那件事 香港政府 真的當香港人傻的一樣 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 剛剛應該是昨天還是今天 應該衛生署那邊 有個數據公佈出來 就是 現在我們總數打的疫苗劑量 就打了二百萬劑 那 無論你復必泰好 科興好 其實你都是每個人要打兩劑 那就是說 你粗略來計 就大約是一百萬人 接受了疫苗接種 那在這二百萬劑裡面 有二千百百九十宗異常報告 那異常報告包括是死亡個案 包括是面炭 包括是孕婦流產這些 那 衛生署的公告就是 在這二千百百九十宗裡面 全部都跟這個疫苗無關 是一單都沒有 0% 那 這個我不跟你爭論 因為 即使在外國 因為你復必泰用來做比較 最好的 因為你美國也都有 其他地方也會有 當然其他地方都曾經出現過 一些異常的情況 例如面炭是比較普遍一些 比較多見到一些 那 其實外國都沒有否認過 沒有完全撇除了這個關係 都是說研究中可能有關 但是我們香港政府就沒有關係 零 沒有關係 那 好了 我不跟你爭論這件事 我只想說 我專注在它裡面有一個數據 是關於孕婦流產這一項 就說 在這二百萬劑 即是一百萬人接種了之後 有十四個孕婦是流產的 那當然全部都不關於疫苗事 都不緊要了 那它還很肯過癮地做了一段 就是說 沒有接種疫苗 而流產的比率 每十萬人 就有63.2宗 而有接種疫苗 但是流產的比率 每十萬人 就只有3.8宗 那這個數據擺出來 那我就很奇怪了 第一件事就是 咦 那是不是打了疫苗 反而安胎 沒有那麼多流產 足足少了二十倍 3.8宗和63.2宗 那麼厲害 好了 第二個質疑就是 這個也是正正我想說 當香港人傻的一件事 就是說 有接種的流產比率 每十萬人3.8宗 那現在我們 總共有14個孕婦流產了 你乘回那條數 換句話說 就是有四十幾萬個孕婦 接種了疫苗 才會得出這個 每十萬3.8宗 因為你14個人 你不是照成的 問題就是 總共只有100萬人 打了疫苗 怎麼有四十幾萬個孕婦 我當你一半 就是 一半男一半女 即是五十萬個女士 打了疫苗 五十萬人入面 四十萬人是孕婦 你不是說笑 但這個是我們政府的官方數據 是 所以今天我也有聽過 那段新聞 其實整段事情裡面 已經有這麼多宗的疫苗 出了事 有面癱 是不是 就是說和疫苗沒有關係 但是 因果關係就是 你打了疫苗 它面癱 香港什麼時候 我們收到一些個案 是面癱 沒有 那你說打了疫苗 是否面癱 那這些問題 你的處理手法 我現在吊齊你的處理手法 就不是說是零 我不是要追求沒有事 而是有時 你要將這些數據 交給有關方面 做一個研究 做一個統計 加入成為了全球 為了這個疫苗安全的大家庭 這樣我才對你這個政府 因為政府有信心而我去打疫苗 而不是 你在那裡遮遮掩掩掩 經常說 沒有因果關係的 沒事的 不論是這樣 這樣才要屌射你 這樣就等於你不懂 會做事 和不懂做事 你明白嗎 你的政府 全家產在 是這個位置 你明白嗎 那些人 永遠是專注在數字 就算你專注在數字 你也沒理由計算錯數 你要有四十萬個孕婦 你才得到每十萬三點八這個數據 即是現在你做些事 就是在娛樂香港市民 求人期 求人期 而你的出發點 不正確 你明白嗎 是你跟本理這一班 垃圾公務員 垃圾官員 垃圾現在負責抗疫 防疫 打針的這一班 任何一個政府 都附爛到一個極點 附爛到什麼極點 就是你連最基本的事情 你連最基本做的事情 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明白嗎 麵彈就是麵彈 是吧 麵彈就是把數據交給藥廠 交給世衛 交給藥廠 我當你是世衛 是吧 然後作為一個 或者交給香港大學 中文大學的醫學院 做一個研究 然後說到底那個關係在哪裡 為什麼會將那些疫苗 將那些麵彈的個案 是不是 將它全新發現 到底那個麵彈 是來自哪裡的呢 是不是跟疫苗的什麼有關 如果你發現到 然後告訴世衛 你香港人就是厲害了 是不是 你研究到 原來因為疫苗裡面 MRNA裡面 有一個成分 有一個Gene的Tyrosine 原來那個 那個MRNA的法物質 原來那個 那個 ATG ACG 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的東西 原來是會跟麵彈 是會有一個 interrelation 它是會有 這樣的機率 trigger到 你面上的 一個hyperimmunology 的反應 那你就厲害了 是不是 炎論是說 沒有的 沒有的 就揮碎自己 也不敢說 完全沒有關係 你可以說沒事 就是 你這些不就是做事 我跟你說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 你這麼生氣你這個政府 這麼生恨你這個政府 就是 沒有人煽動 是你們自己煽動人民 對你的憎恨 從來都 從來都是 由始至終都是 你不要經常賴《蘋果日報》 不要經常賴什麼 反民主派 還是反對派 是不是 不要賴我們這些 亡頭 沒有人去煽動 是你自己做事 做得到一鑊屎 明明有警察 走到雞鬥那裡 你說他沒有叫雞 是不是 你說他叫雞 沒事的 就是你們怎樣做事的 絕裂和弱能 和揮 和容財治港 現在是 所以令到我們香港人這麼憤怒 為什麼 就是因為制度上 你是不需要受到人民監督 現在更加需要改了這個選舉制度之後 你們更加不需要人民監督 全部為威威 為什麼會有個想法 就說 不如中央派個市長來算了 不要搞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就是因為他們實在太能的廢 然後他廢 他還要自己建立一個小圈子 讓自己繼續廢下去 然後他欺嘗門下 繼續欺騙你中央人民政府 他們屌你官官相衛 和廣告辦 中聯辦 可能官官相衛不知道 是不是 或者勾心鬥角 或者勾心鬥角 你看一下六八九和林鄭這段 在隔空護疾那些事情 是啊 這個本來 我也是想著今天要說 現在說了 梁振英 竟然 這個前特首梁振英 大家都很關注 他到底會不會出來翻閹呢 會不會出來 現在女兒可能的情形就好些了 不用再看著女兒了 或者女兒就不再到處鬧事了 他可能會有時間做特首 現在在說這件事 很多人問他這件事 他現在很積極 很積極做什麼 出來經常批評現屆政府的事情 他說什麼 前行政長官早前建議 重新考慮使用交野公園邊垂土地興建房屋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認為每屆政府的策略都不同 應該看最終的成效 對於梁振英批評公務員效率低 林鄭指有空襟接受的批評 前行政長官梁振英任內倡議政府用交野公園邊垂土地發展房屋 他近日罕有地拍片 上載至社交網站 建議政府重新考慮 行政長官林鄭出席 行會前回應 每屆政府的策略都應該看最終的成效 而非快慢 林鄭指有時候 當屆政府喜歡被形容為 踏石仔逐塊逐塊土地來研究 有些政府,包括本來政府,覺得 要為長遠的謀劃必須開拓新土地 即是屌你了,什麼拿一萬億來填海 不止將單幅土地由一幅一個用途 變成另一個用途 因為最終都會缺乏土地 而每一次改變用途都會 令本來用途可享用市民反對 甚至很失望 無論大余家的公園 十余一個地區裡的空間 近日,梁振英受到傳媒專訪時 又指公務員做不到do it or die的要求 拖慢政府施政 林鄭月娥就說 每一個人在香港都是言論自由的 尤其是批評政府的自由度非常之闊 我跟我的公務員團隊 都有這個空襟接受的批評 我也不能說我們今天的工作 無論是組織架構 以至我們的程序是十全十美 十七萬的公務員 如何能夠做得更好 當然要行政長官領導 以及大家的努力 被問及全國政業副主席 若要參選特首 是否需要辭職 林鄭月娥就悶有回應 其實梁振英說什麼 我都...I don't give a fuck 她說什麼 她都不能再其位 還謀什麼其正 她經常說邊垂土地 交易公園的邊垂土地 尤其是大臘 她本來已經放在施政報告上 誰知道林鄭就剪掉了她 就不能再研究了 算了 她當然說不強 她更加覺得現在公務員 就沒有那種精神 Do it or die 我想問問一下 梁振英 Do it or die 在哪裏 在基本法哪一章 哪一節 在公務員的守則裏 哪一章哪一節有的 Do it or die 是你自己覺得的精神 而不是法律上 不是這百多萬個公務員 她必須遵守的事情 你叫公務員宣誓 那就沒辦法 那現在是國安法規定 這是法律 這是一個規章 章情 是不是 屌你了 什麼叫做Do it or die 李老幾 所以我為什麼要說這件事 我為什麼要拿這宗新聞出來說 就是你梁振英 現在你這樣去批評特區政府 即是你自己以身示法 是違反了國安法的 其實批評特區政府 都是在國安法裏面涵蓋的 那你現在是不是走出來 鼓勵其他人 你自己一定沒事的 你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貴為國家領導人 是不是今天 有權指指點點 吹嗎 沒有權指指點點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你 你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你就更加應該遵守 國家的憲法和基本法 你是沒有權 沒有實際的權力 去左右特區政府的施政 你不要對政府的施政 在說三道四 梁振英 你是沒有權的 如果你有權批評 沒錯 但是你這樣 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就是 跟特區政府作對 你其實是犯過國安法的 梁振英 是不是 你是不是在鼓勵香港市民這樣做 你是不是在鼓勵建制派的人這樣做 是不是 你是在變相鼓勵人這樣做 前特首都這樣提出 我是不是可以提出 是不是 但是如果泛民主派 如果我們 泛民主派 很多 我們叫做反對派光譜的人 其實我也不叫做反對派 我講道理派 反對 怎麼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是不是 如果時評的人 或者那些泛民 給你釘索 拆那些泛民 如果提出來的時候 會怎樣 就煽動國家安全 是不是 你快必說的那些 就是這些 就是這些 跟梁振英說的 其實是異曲同工的 跟那些泛民主派 平時和理非那些人 屌你說的那些 都是異曲同工的 都是那些 都是批評政府的 那為什麼現在他們 屌你了 怎麼進去呢 是不是 就是你現在說三 說四 你梁振英在說三 說四 你等於 你就是屌你了 其實是違反了國家安全的 是不是 是不是 你現在是不是很不滿 特區政府施政 如果梁振英 帶頭出來說遊行 去反對特區政府 我就跟了 梁振英 你肯搞一個遊行 叫香港市民出來支持你 反對現在特區政府 說支持梁振英 改革特區政府 這樣我就真的屌你了 我跟你出來 如果你煽動我 如果你能夠 可以煽動 即是可以 叫做 煽動到我們 香港人 能夠 萬萬聲幾十萬出來 向林鄭政府說筆 向邊垂交野公園 支持你的土地政策 是不是 支持你梁振英 服任特首的 你搞到一個 你走出來 你說吵你了 呼籲我們出來遊行 就可以了 是不是 你猜有多少人 走出來遊行 都可以很多 我想起碼都有100萬 任何光譜的人 一副百應 如果你走出來說 吵你了 喂 無分黃藍 我們大家都是香港人 現在特區政府施政有問題 現在我們出來撥亂反正 這樣 你這樣出來煽動我 我就真的跟你出來煽動 再不是 你不用說自己回來選 你叫龍蝦選 你叫齊恩妹妹選 好像年紀不夠 好像要大一點 好像差一點 那就就你老婆 龍蝦 我覺得 龍蝦 龍蝦好 龍蝦好 我現在差不多天天都會 我這幾個月 我都打過過百隻龍蝦 龍蝦是我的好朋友 是不是 每天把屌你 劈成兩半的 起肉出來 好啊 龍蝦出來選 是啊 屌真是 你不說得都看得 天天好像時裝表演 我保證 黃藍坐在一起 最重要的政綱就是 要推翻這個林鄭政權 推翻這個特區政府的 乳皮施政 到時候就真的 Do it or die 撥亂反正 撥亂反正 我做好一點 我來做 阿叔來做 事實上 我們由這一個 今次的新聞 林鄭的回應 其實可以看到 他們基本上 將他們的不和放上桌子 基本上是 因為他就說那句 發展家的公園邊緻土地 他又說 上屆政府 現屆政府 不一定要一致 其實他大可以 不用說這些 他平時最喜歡用在官康 我們會研究 我們會考慮 完結了 其實可以 他為何要專程說這些 就很明顯 他已經看到他們 將那個不和放上桌子 除了不止不和放上桌子 我和各位網友 我有怪論 我和大家 很客觀地比較 梁振英 由2012年 至2016年 13、14、15、16、17 至2017年 擔任特首期間 香港還有一個民選議會 是的 還有部分民選議會 他任內 去面對國民教育科的爭議 他是解決了 大家 兩人都解決了 立即暫緩了國民教育 是不是 一樣有很多爭議 有大量的遊行示威 2014年的雨傘運動 是不是 他都是發射了三十幾枚 吹雷彈 三十幾枚 八十六 八十六 他們不知道 那時候在敲鐘八十幾下 那些 八十六 八十六枚 吹雷彈 86枚 然後被市民佔領了幾個月 是不是 然後化解了一場政治危機 是不是 他們化解了 其實是沒事的 是不是 我屌你老母 你林鄭月娥 你看一下你 你看一下你 在你任內 未夠五年 屌你老母 我們有什麼國安法 選舉制度 立即優化了 是不是 帶來什麼 林鄭月娥為香港人帶來什麼 是不是 先是整個逃犯條例 搞不定 結果來了國安法 結果來了這一大堆東西 是不是 結果 是發射了幾 拉了近一萬人 是近幾萬枚催淚彈 又水炮車 又有中大里大 這麼嚴重的事件 使我們一代的年輕人 老年人整個撕裂 怎止2.0 當初說 林鄭是撕裂2.0 梁振英的撕裂1.0 現在不是 黃藍陣營 14年那種撕裂 現在是經濟圈的撕裂 整體社會的崩壞 撕裂 就是你林鄭月娥治下的香港 你兩個被人制裁 還有你自己 你自己加上整個 這個城市 現在我們是被西方的列強美帝制裁的 是不是 在香港這麼多年歷史裡面 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時期 我們是被西方自由社會制裁啊 就是在你林鄭月娥之下 所以梁振英 這期我支持你啊 你對比起 你對比起這個林鄭月娥 是不是 就是林鄭月娥 你已經是不是一個 屌尼了 必領虛對歷史負責的人呢 是不是 就是你完全 你完全已經是喪失了任何 就是你為香港人帶來的苦痛 帶來的水深火熱 帶來一個永不 永不回頭的摧毀 你想想 比起梁振英時代 比起董建華時代 比起這個 曾蔭權時代 是過之而無不及 還要是幾何級數 那樣 屌你了 比他厲害啊 不是 還有網友都說回 陳同佳繼續白吃白住 那你那時候 說到口口聲聲 說要幫潘曉明父母 找回公道 現在過了這麼久 公道在左邊 就是陳同佳 有網友提起了 陳同佳你怎麼處理啊 到今天 你都未能處理到陳同佳 我不講政治 不講政見 是啊 你怎樣去解決這件事啊 到今天 你有沒有方法啊 沒有啊 你是不想去解決 跟你做政務司司長的時候一樣 跟你做這個 屌你怎麼拆黃河碼頭的時候一樣 你有問題 你是放在那裡 不想去解決啊 到今天陳同佳怎麼養 還在吃屌你納稅人的錢 現在又說交稅時間了 交稅季節了 4、5月 是不是 很可憐 屌你老母 交稅養陳同佳 養你這一班 那樣吃室米 你怎麼可以忍受呢 是不是 就是完全 所以你說 梁正番煙 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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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發現 屌你 我沒有你這個 林鄭月娥 就是為香港 帶來永不磨滅的傷痛 歷史的大傷口 永遠為香港人 帶來一個最痛苦最痛苦的紀念 就是你這個林鄭月娥 帶給全香港七百萬四百萬 也都令到中國蒙羞 也都令到國家蒙羞 就是你這個林鄭月娥 是不是 屌你什麼制裁香港 就是屌你什麼制裁China 是不是 那就是屌你為國家帶來 屌你 你現在為你的祖國帶來 一個屌你什麼這樣的傷害 是不是 你這個人 你還覺得自己可以屌你什麼 屌你什麼 狗活於世上 待會兒回來見